好的 鲜魚各位觀眾朋友 的確這個9月份颱風可以說是一個接著一個生成了 原本我們還在擔心說今年的颱風生成數量會不會變得比較少 我們會不會有缺水的狀況 但是整個9月份看起來呢颱風已經補回正常的數值了 從這個月初的時候影響台灣的宣蘭諾颱風 到今天上午最新生成的這個庫拉颱風 整個9月份生成了7個颱風這麼多 我們趕快來關心一下今天最新生成的這個庫拉颱風 會不會影響台灣呢 看它的路徑就知道了 完全對台灣沒有影響 它會沿著高的邊緣朝北移動 另外今年的第16號颱風也就是諾盧颱風 它在經過了呂宋島之後它的結構稍微被破壞 所以有稍微的減弱 但是它還是維持在一個中度颱風的等級 預計在周三的凌晨就會登陸到越南了 離台灣越來越遠 也隨著呢這個弱露颱風逐漸的遠離台灣 所以今天呢全台各地是不是又看到陽光了呢 下一張圖 衛星雲圖帶你來看到 你可以看到今天台灣上空環境場水氣已經明顯的 比昨天減少很多了 所以各地都是可以看到陽光露臉的好天氣 溫度自然持續往上飆 通通都是在30度以上的高溫 今天最熱的地方就是在高雄 來到36.4度的高溫 明天看起來未來這一週的時間都是偏熱的 觀眾朋友要稍微的注意 因為水氣偏小的關係喔 所以呢今天的降雨就比較是偏向淫風面的降雨 你可以看到風場的部分呢 有一點東北風偏東風的環境 所以今天的降雨就是集中在北部東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但是累積到現在的這個累積雨量呢 也只有50到80毫米 跟昨天相較起來呢 降雨已經大幅度的趨緩了 過來這一週雨會越來越少 觀眾朋友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但是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哪些地方會有一些淫風面的降雨喔 台灣玉陀帶您進一步來看了 我們剛剛提到了是一個東北風偏東風的環境 所以淫風面在哪裡 那就是基隆北海岸 還有整個東半部地區 橫春半島 就要稍微留意一整天 可能斷斷續續容易有一些飄雨的情形 但是雨量沒有到太多 因為台灣環境場水氣是比較少的一個狀況 接下來接下來呢 這幾天呢 除了淫風面降雨之外 就是山區的午後熱對流發展了 尤其是南部地區 嘉義以南地區要稍微留意 可能午後熱對流發展會稍微比較旺盛一點點 來到週四跟週五過後呢 南方水氣稍微的增多 但是稍微我們注意到是水氣只有稍微增多而已 所以降雨有稍微的增加 但是並不是到一整天 陰雨綿綿的天氣 觀眾朋友不用太過於擔心 四日雨區我們來看 你就知道我在說什麼意思了 你可以看到呢 未來這幾天的天氣 是不是水氣非常非常的少 我們說到週四周五受到南方水氣的影響 降雨的狀況有稍微的增加 但是呢並不是呢 非常這個紫色紅色區塊這樣的一個降雨量 所以未來這幾週的天氣呢 其實整體來說都是非常不錯的 觀眾朋友可以提前規劃一些外出的行程 但如果要前往山區的話 還是要呼籲觀眾朋友呢 因為先前的強震後續雨震不斷 再加上還是有一些強降雨的發生 山區的土石還是比較容易鬆動脆弱一些 要前往山區就要多加注意了 緊接明天各地的溫度要提供給您 北部地區明天白天高溫29到34度 中部地區晴稻多雲的好天氣 南台灣的部分屏東的降雨機率偏高 著重在午後熱對流的發展 東漫部地區要留意一下迎風面的降雨 離島地區的觀眾朋友要注意強震風的問題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奇效